好那接下來我們稍微看一下 YouTube事實上也有個人頻道 那個頻道不見得說你一天好像 像我這樣要把自己的東西放到上面去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的老師 以老師來講教材來源 網路上有沒有很多 除了文字式的圖片式的 現在影音式的很多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一些影音網站的那種 就是自我學習的 那您看到這個YouTube頻道 其實如果你有喜歡的 我可以怎麼樣 把它就是訂閱起來 你也可以訂閱 YouTube頻道也有訂閱的功能 那我們在這邊呢 重整一下 這個已經登錄了 好進來了 那麼您可以進到您自己的 這個叫影片管理員 我的資訊主頁在這邊 好那您看 其實我們常常在這個 看這個YouTube的時候啊 比如說這樣連進來 你也許有些你就很喜歡啊 對不對 像這個阿拔的那個 音樂啊 如果你喜歡的 比如說你看喔 他會推薦給你 因為你曾經看過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喜歡 對不對 不喜歡當然你也可以按 基本上很早按這個 但是你可以像這樣去 就有點像我們剛剛那個 那個閱讀器 那個星號 對不對 喜歡的可以很多 但是喜歡久了 到處都喜歡 所以其實像如果跟我課程比較相關的 跟課程比較相關的 我會按新增制 也就是你自己去訂一些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我就把它分門別類 因為你都喜歡沒有錯啊 你也可以用關鍵字找 但是怎麼樣 有時候你只要看在 鬥在一起的時候 就沒那麼方便 對不對 因為散落為地嘛 所以您可以像這樣 有沒有 你的這個是跟什麼 比較有關係的 我就把它加到那邊去 那一樣 一個影片不只可以加到 一個資料夾 一個清單 你可以加到 也許這跟他有關 又跟另外一個主題相關的 我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您大概了解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您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那以後要找東西就比較快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 那您可以看到我這邊的播放清單 有私人的 也有公開的 有沒有 如果假設你不希望就是 別人看到你的頻道有什麼 因為有些看的不白看的 對不對 所以 你不希望人家就是 看到的話 你就把它變成私人了 那因為像我一些 演習的 我都是社會公開嘛 這樣人家就可以看 這樣 是不是會比較方便 這也是您的一個資料來源啊 對不對 只是都在雲端嘛 那 不過呢 我們會遇到一個情景 什麼情景 尤其是 如果您喜歡看偶像劇有沒有 有一些 那個影片的內容啊 一段時間就不見了 我有被檢舉過 我有被檢舉過 所以我以前 各位知道那個 如果你要上傳自己的影片 有沒有什麼限制 可以喔 你可以上傳自己的影片啦 但是最好是用你自己的東西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 萬一不是你的東西 有可能會被檢舉 也就是說有版權問題的 有版權問題的 那你看 我可以從這邊 直接傳上去 那 以前的話呢 最早開始 YouTube 事實上是沒有 時間長度的限制 就是影片長度的限制 可是後來 因為大家都是 院線片也好啦 還是那個 偶像劇啦 剛播 然後馬上 就上傳上去了 所以這樣造成侵權 所以後來他有設定一個15分鐘 15分鐘的限制 也就是說 你今天 剛開始的話 都是影片不能超過15分鐘 那因為我以前表現良好 所以 他就 開放了 讓你可以不限時間上傳 可是呢 因為被檢舉過 所以我又被降為15分鐘 等到大概差不多一年過後呢 又 假釋出獄有沒有 哈哈哈哈 又出來啊 然後 他又允許我的 可是現在 他的政策又改了 也就是 你只要通過手機驗證 就是傳檢區啦 跟剛剛Google那個一樣 因為 有手機我就知道你是誰嘛 因為一般以前 身體帳號就是有帳號 那個email跟那個密碼 我就知道你是誰 你隨便盜用的都一樣 所以現在有 掌握你的手機資料 他就不怕你 如果你是 到版的 要找到的比較容易 那但是 為什麼我要提這個東西 就是說 你今天有些 網站上的 就是那個YouTube上的影片 萬一你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我大部分會做一件事情 我會把它下載下載 有沒有 你們的都沒有這個嘛 對不對 我們加油啊 哈哈哈哈 這個是在這裡啦 事實上 我有還各位 您如果用那個 那個 我的那個可惜式版本 這裡有幫您加進來的 就是這個 我現在用的叫FastigTube 那這個附加元件呢 您用火鍋 用IE 用Google 都有 好 所以我會建議您可以用 可以 也可以安裝 你可以自行到網站去安裝 那它的優點就是 很簡單 用附加元件的好處 就是它都整合在什麼 像你們剛剛看到 我要下載 就直接下載 我不用再怎麼安裝 軟體或者卡貝網址 到哪些網站去 才能夠下載 那 但是它有什麼缺點 有 它只能下載YouTube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 你看 如果我要下載 滑過來 有沒有 直接就存下來了 那一般大部分現在 YouTube上面的能夠下載 格式就是這兩個 MP4 跟FLV FLV是Fresh Video 所以 比較重要 我還是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您會看到 比如說像我如果 連線到我那個 臨東的 那我一些參考資料或教材裡面 或提到一些影片的 雖然我還是會連接到YouTube的 但是呢 為了避免連線速度不順利 或者是說 影片被移除 我通常會備份一個在附件裡面 雙重保險 會比較好一點 這給各位參考 那萬一如果說 各位 你的內容 可能超過什麼 超過就是我們那個 YouTube的範圍 各位有沒有去過其他的影音網站 有沒有 像比如說 HINET也有啊 吳敏也有啊 對不對 對岸 如果你比較常去對岸的 像 會頭包 土豆王 土豆王 會比較有一些奇怪的 那 如果萬一名的是超過這個 我會建議你用 這個 叫做 但是這是火舞才有的 火舞才有的 那 它呢就不侷限在什麼 不侷限在YouTube上 所以您可以選擇 比如說您看到 我們一樣的這個網址 剛剛這個網址 我把它數字橋拿到這邊 把它貼上 好 您看到這裡 把這個 您如果執行那個 那個 火舞的話 它需要裝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Flash的Player 在這邊 欸 這裡看得到 那可以啊 不用 好 看得到就好 您看這裡 有沒有這裡一個 這裡也有一個 對不對 只要您看到的 就可以直接從這邊下載 這樣您了解了吧 好 所以它的好處就在說 它不侷限在YouTube上 你走到來 有很多網站都可以下載 好 那缺點就是 只能在火爐裡面用 所以我會找兩個 有時候替代一下 因為萬一不行的話 我就找 用這個來做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看一下說 欸 其實YouTube上面的頻道 事實上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我們 就是你的知識庫的來源 知識庫的來源 那這樣OK嗎 可以喔 所以下次您也可以把你的 YouTube的 看的東西 幫他做一個 做一些整理 這樣的話會 更容易找到民謠的